而坐春秋,屈原放竹,乃腹离骚,坐秋诗名,绝有国语。 孙子鬓角,兵法修裂,不为谦署,试传旅览。 韩非求勤,睡难孤愤。 诗三百篇,大抵圣贤发愤之所谓作业。 此人皆意有所欲解,不得通其道,故数往事,思来者。 乃如坐秋无目,孙子断足,终不可用。 退而论书册,以书其分,死垂空文,以自现。 福切不逊,尽自托于无能之词,网罗天下放尸旧闻, 略考其事,宗其忠实。 积其成败心坏之计,上纪轩缘,下至于滋。 为实表,本纪十二,书八章,释迦三十,列传七十,凡百三十篇。 意欲已究天人之计,通故今之辩,成义家之言。 草创未旧,会遭此祸,稀奇不成,是以旧极形而无韵色。 福诚已读此书,藏之名山,传之其人,通义大都。 则福常浅辱之寨,虽万倍路,岂有悔哉。 然此可谓智者道,难为俗人言也。 且父下谓一居,下流多磅矣。 福以口语欲遭此祸,众为相当所露效,已侮辱仙人。 以何面目,附上父母之秋暮乎? 虽雷百世,构迷甚耳。 是以长一日而久回, 居则呼呼呼若有所亡,出则不知其所亡。 每念思耻,汉未尝不发辈瞻一也。 神之为规格之臣,宁得自隐深藏言学也。 故且从俗臣服,与时服养,已通其狂惑。 今少卿乃教义推贤尽事,无乃与仆私心辣谬护。 仅虽虽欲自雕琢,此以自恃无义。 愚俗不信,世足渠如耳。 要知死日然后事非乃定。 殊不能惜意,略尘故漏,尽再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